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八年来政府根据马总统 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理念 在两岸交流及国际参与 经济转型 公益社会跟环境永续等各方面 都获得整体性跟突破性的具体进展 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深厚基础 本人要对所有部会首长跟全体公务同仁 表达诚挚的感谢跟肯定之意 另外本人就任的时候提出为年轻人找出路 为老年人找依靠 为企业找机会 为弱势者提供有尊严的生存环境 这样一个市政目标 各部会在短短一年内用心推出多项创新政策 落实执行各面向的市政主轴 充分展现行政团队的执行力 后续人请各部会在既有的市政成果上 持续努力精进 进一步提升台湾竞争力 增进全民福祉 谢谢 感谢观看